你好,今天是2023年7月9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 第一个就是想讲香港开始放宽的按揭乘数 开始放宽的按揭乘数最受影响的行业 应该是财务公司 在过去以前金管局实施逆周期的楼市措施的时候 很多物业由七成、六成、五成、四成 令到很多,尤其是有些上不了会 那么高成数的那些 就去找财务公司帮忙 或者是有一些机构 或者是一些商业机构 当它运作的时候 以前是可以拿物业去加按揭乘数 但是因为金管局的限制 他们就没有这个融资的渠道 唯有去求财务公司 以前财务公司 尤其是在过去接近10年 他们的赚取利润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银行那边流走的 但是今时今日,反过来 现在的按揭乘数是可以放到七成的时候 那财务公司反过来就很危险了 因为现在他们去做的按揭 是可以去到八成或者九成的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物业是跌一两成 就会是入浴了 那以前不是的 以前银行是做到五成 那他们只不过是去到七成或者八成的时候 那他们的风险就相对来说不是高的 因为距离物业的估值 那有两三成的buffer 他们是很舒服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利息 以前接近零利息的成本 或者是财务公司 他们自己的cost of funding 可能是四五厘 那他们放出去八九厘或者十一二厘 他们有水位 但是今时今日 现在那个叫做最优惠利率 都去到成三厘几 五厘几 或者是hyber去到五厘几的时候 那他们是很难去再去加利息 就是在坊间的cost of funding 是这么高的时候 他们财款的财款出的利息 一定要比之前是更加高 但是那些客户也必须承受得到 这么高的利息 那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财务公司在过去那一年多 那个生意也是非常难做 那这个是第一个会受影响的行业 第二个就想说一下设立 那现在政府就是去放宽那个安纪成数 安纪成数就等同将你的credit card的限制增加 但是你连min pay都还不到的时候 放宽那个credit card limit是没用的 那现在整个楼市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成交不足 成交不足是因为市担是一个挺大的影响 有两个市担 一个就是double stamp duty 一个就是BSD 一个就是针对外来人来买楼 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买第二层楼 那现在其实外来人来香港买楼 那个中数其实一定不是多 第二那个买第二层楼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不是一个投资的物质的好市 因为利息贵 那他们一去计 去摆钱在银行收定期 还有买楼的回报 那现在定期是吸引 吸引不了一些人去投资物业 那这个双重印花税 也影响一些人去换楼 因为现在换楼你要是先 如果是真的持有物业 譬如我小单位想换大单位 你要是先付15% 然后你卖了一层楼才可以取得回 但是哪里有这么多人 有楼价的15%去先付 那这些政策再再是说了给大家听 政府是不知道现在的问题有多严重 那其实现在问题都不少 因为政府现在买地收入 今年是很少 今年六头六个月 几十亿 那成交这么少 引花税又是少 但是政府的支出 就这么庞大 经常要去搞些什么局 也都 国安要去维稳 那这些是很大的开支 政府官员不知道民间疾苦 一个普通的官员都十万八万一个月 一个政策组顾问三十万一个月 他们完全不知道民间疾苦 每天等到月底又出粮 就像玩大富翁一圈就收钱了 他们是不需要想坊间的人是怎样的 那政府 我想那个叫库房 应该会很快干堂 现在又去想一些很大白象的东西 要去想北部都背区 要去想交易州 尤其是交易州 我觉得是如果给他们去搞 这个一定是无底洞 但是坊间不会有人去反对 因为已经是没有了反对声音 如果是交易州 我想香港会要去发债 那就是说 官员可能做的决定 会令到日后的市民 是会白常嫁禁 就是有些人说 现在没有钱就去发债 那如果是结构性的 入不敷之的时候 那你发债都没用了 第三样东西西港 东西西港其实我一向都觉得 站在大环境里面 事实是发生的 但是有实际操作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有一间基金公司 就是抱住东西西港的 最概念主船率 那间基金叫做淡泰 他就买内地的股票为主 接着就沽美国的股票 最后捱了几年 之前是赚的 但是这一两年 因为那个逆转 美国的股票是升了 中国的股票是跌了 那令到最后来 是要清盘 就是暂停交易 要整个基金要去做结算 那这个就告诉大家 要去投资的时候 你也要认清时势 那其实香港人也是 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 东升西港是大的方向 但是里面的冲击 或者是在股票市场 因为体制上的不同 他们摆财富的一个位置 不同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影响 就是爱国还爱国 但是里面会有很多 不同的颠覆在里面 你的配置是要 因应回的时势 不要盲目地 就是因为一个 很主要的概念去做 那会影响是几大 这个淡泰是一个 很typical一个例子 就告诉大家 我们要去分析的时候 除了大环境之后 还要去看清楚 它是不是一个上升轨 或者一个下降轨 当它跌穿上升轨 或者升穿下降轨的时候 我们要将我手上持有的仓位 平了它 去重心审视一下 究竟那个大环境 有什么转度 这个是所有做投资的人 应该要去做的决定 第四个我想说的 就是说心态 在逆境的时候 其实第一 要去做的就是 把自己的支出 减到最低 因为你不知道 那个大环境会有多差 第二 你要尽量去找多些不同的收入 做 slasher 就是你可能要在工余时间 去找多些不同的收入 真是的 那希望如果在这方面 会被人移动了 或者减少了收入的时候 就是要在第二部分去尼補 其实我不是很想做 这么多什么心灵鸡汤 因为这些其实是一些 有机会是糖衣毒药 我经常说你几惨几惨 然后劝你说 会好好的 突然之后 不是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有一个现实 你是要去做心理准备 你可能说 我觉得好像很残忍 或者很残酷 通常一些人 有些事情预知到的时候 明知道结果是这样的 其实是挺痛苦的 反而反过来 什么都不管 就这样去过日子 反而会很好 其实每个人的取态不同 我只不过就说个事实出来 可能会悲观一点点 有些人会觉得 你也很灰 灰也没办法 但是我自己的人 相对来说 积极 我自己也是从事金融 但是如果我从事 传统的金融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没有 运势可以站 我主动去主任 去做绿色金融 这个绿色金融 是一个在扩大市场 所以我是不受影响 就算是逆市 我都相信 我未来几年 我的收入都会增加 但是不是这么多人 都是这么幸运 这么有运气 可以转到 那你就要在看 你的行业里面 有没有办法 可以做到一些高增值的事情 跟别人的比较 你是给别人的优胜 因为现在是打 一个性价比的年代 不是在打一个环境扩张的年代 白银快扩张的饼 大了的年代 很轻做都可以 那这个是你要好 一个很强的心态 你要是做得比别人好很多 那这个我觉得是 我只可以跟你说 是一个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第二就是你要将你的资出 减低 不要常常为面子 因为以后面子是不值钱 你会见到很多一些中产的人 他会为他的面子苦恼 如果你肯接受放下你的面子 将你的生活水平降低 不住大屋不要紧要 不银车不要紧要 那些小朋友不去那么多 学习不要紧要 那你的时候呢 就会是摆平一些和舒服一些 在这个未来的大浪呢 你会是持久一些 这个是我的中谷 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